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对 在兰嶼乡有六个部落 保留最多传统屋的 就是现在这里的野营村 所以呢 我们就来这里探索探索 你看 好大片哦 哇塞 阿卫阿卫 为什么这房子就一半在外面啊 以前都是在电视上头看到说 这种传统的兰嶼的屋子啊 实际上看啊 你看 也触不一定才到我们的腰耶 那我觉得哦 这种屋子很适合我们两个住 怎么说 你看 那么矮 我们两个不浪费空间 那是你哦 那是你哦 半斤八两差不多啦 我们现在看到部落里的传统屋 屋顶啊 都是黑黑的 其实啊 从前传统屋的屋顶 都是茅草搭建的哦 但是呢 因为茅草收集不易 又很容易坏掉 不好维护 所以呢 只好敢用油布来代替 现在真正用茅草搭建的传统屋啊 已经很少建了 我们仔细观察房子的构造 发现雅美人的传统屋 盖的都比较低 因为呢 这样可以躲避冬天强大的海风 又可以保暖 夏天呢 也可以躲避台风的吹袭 这是蓝羽人的祖先 为了要适应当地环境和气候 产生的智慧结晶呢 喂 门是在哪边啊 我怎么知道 我又没来过这里 是不是这个 对对对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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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 也没有人当地的 因为有什么事情 我们的忍 wahr 我们因为要防止 它们没人购乱 有什么事情 我们可以改进 我们可以担忍 我们是对对对对对